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 在各种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可以吃的吗? 是呀,真的可以吃的 你没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 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 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 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对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多元选择 有A餐,B餐,C餐,同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政治咖喱饭 刚才上一集我们回顾香港土地规划的政策 慢慢发展到战后有一套城市规划的制度 开始引入香港 规管土地用途 不是纯粹业权人自己和政府私下谈判 如何改变用途 要符合所谓规划的要求 这套制度本身 到何时开始面对一个挑战 令到这套制度开始慢慢做不到 规划的意思是 要指定这里做什么 但如果现在我们去看的话 市区仍然可以 因为市区不用想 第一,主要是因为工业不移 工业区的工厂都走了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 如何重新工业区的用地 做回屋地 那又做不到 我不明白为何做 不过问题千丝万留 我唯一集中三个方向 有个大廊等听众可以容易理解 出现问题是什么呢 原来1939年开始引进的城市规划条例 只是市区 新界不受城市规划条例 为什么 其实建筑物条例也是 建筑物条例 后来要立多一条 但是不是因为当时 新界没有什么人住 也没有什么建筑 只有那些传统式的村屋 不理你 没有多层大厦 所以不理你 建筑物条例也是 后来立多一条 建筑物条例 豁湖适用新界 但是规划条例 没有这样做 所以出事是什么呢 就是到有货柜业蓬勃 因为葵聪有货柜码头 不够位置放 中国1979年之后 成为製造业的基地 朱三角 那不就不断混来混去 是的 因为1979年到1989年 这十年时间 港商就北移了 开始将在佐敦谷 新浦江的工厂 搬塘的那些 先搬去朱三角 现在也没有了 再向北 在那时来说 那些货柜 那时还未有盐田港 要拉来香港 由葵聪出去 中间放在哪里 多个头 放不进 旁边有很多农地 整个新界都变成货柜墙 这个也是政府政策失误 你能搞货柜码头 就应该要有配套 但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新界的土地 可以随意由农地改变成货仓用地 用来放货柜呢 不是 政府立即告他 这是很出名的 法叔的新法案 政府就是 即是法叔把自己的农地 用来放货柜 租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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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给人放货柜 赚很多钱 农地也是几元 但是那些农窄到难快 但是比起做农地的收益 真的是几百倍 那时我想是几十元呎 那时候真的只是农地 不用了 如果说八十年代 但是几元呎 几元呎 几元呎 多到那些业主 都租不到给那么多农夫 所以有人跟我说 放货柜就有钱给 政府一直是眼睛开眼闭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政策失误 不够位置摆货柜 但是后来就开始出现污染 河道淤塞 那些路都破坏了 一落雨水浸 终于就出招 告法叔 这个很有名 好像打到他中审的法案 当时的书密院 政府输了 输了 说一些笑话给大家听 政府就是说 我有地契 DD 帐量图 然后帐量图当日印度人 这里是农地 那时候印度人做了附件一 里面用手写一个大表 写着 帐量DD 1001 然后就说 这里是农地 有没有建筑物 做了很大的表 去到书密院那位法官就猛 因为政府的代表律师就说 有这个帐量图里面的附件 附件一 就是说了 说了 规划限制了你的用途 你转用途 当然要申请 但是那位法官就说 表里面有烂厕所 又有些荒废 有些建筑物在里面 他就说 你当年做帐量的时候 会规定别人做烂厕所吗 这个明显不是一个规定 明显是一个描述 所以就输了官司 政府输了官司 就等于整个新界 没有旺盔 这一刻就只是执着一条线 法庭就是说 农地和屋地很清楚 所以只要他不建屋 即是没有扣植物 就没有违反了 没有结构性的东西 在地上 就是不用整个东西 放东西上去就可以了 那你就不是建屋 他说不可以有 屋地和农地的分野 法庭就是确立的 但是农地可不可以摆东西 法庭就是说 没有限制 于是便是遍地开发 但是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输了新法案 也不收定法案 这个就是很多人很气愤 会不会政府的官员 自己都在农地放火柜 这个可能波哥要问一下 但是你看到 政府一直说 因为当时还有一宗 新界土地用途的官司 那宗官司如果赢到 就可以推翻前面这宗 政府就好像觉得胜算很高 即是最后进入你的波 搞定你 谁知道都输了 都输了之后 才想修例 其实已经过了97月 全部都已经变成货席床 是的 其实修例都收得很差 当时修例就是说 引进一个 中文我一时都忘记了 是一个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DPA 他就是没有追溯力 我们守着这个标准 就是普通法没有追溯力 所以他就是说 以前那些就没得搞 那时候如果有人大释法 就搞定了 人大释法有追溯力 于是他引进了DPA之后 但是法例是很瘋 就是DPA就是说要申请 但是你违反是没有执管权的 那时候是这样的 即是没有华老虎 其实香港以前 跟英国那套是公务局的 公务局下面有规划 有几个处理 所以他们写法例是如何 1939年那条例已经是这样的 规划条例是有一个框 但是没有执法权的 执法权是由建筑事务監督 在建筑物条例里面 授权建筑事务監督 去帮规划署执法 以前是没有事的 以前公务局是自己兄弟 所以现在天水围 卡拉OK高尔夫球 就没有网管了 即是胡山丘那些没有网管 没有网管 因为他不关建筑監督 也没有建筑 所以很多听众听不明白那些新闻 那些新闻 那些官竟然说 对 他违法 不过我没有执法权 我没有执法权 这个也挺疯的 那为什么不改呢 后来是改了 2004年就改了 不过你已经是30年了 整个新界已经是失控了 现在就出现这样的复杂状况 就是在新界土地 在不同的时间线 被改变用途 都有不同的执法 执法的赤道 人都瘋了 大量都没有执管权 但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那些农地 现在我们什么时候引入一个制度 就是你要改土地用途 要符合规划的用途 这套制度是什么时候 最初就只是在香港岛 是 真正年份 哪个年代 应该是80年代 不过这个我重复查 其实那个时间线是很厚的 差不多是去到新法案 那时候还是没有网管 所以究竟是八字尾 还是九字头 这个我想要再查 因为刚才那个时间续线是这样的 就是新法案仍然用地契来控告 所以那时候还是没有规划管制新界土地 那个新法案是在80年代 所以后来才开始把这个规划 引进入新界 引进了之后 如果我是法宿 我发觉 哪里放货柜 一个柜收人的几百元租 不划算 突然间有个发展商的代表 叫做小粮地产公司 叫我把农地卖给他 可能他后面就是 那些四大地产商 或者八大地产商 这个现象 囤积新界农地的现象 是不是由80年代开始 不是 这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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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由沙田新市镇开始 很早期 沙田新市镇70年代初开发 对 开始有收地的情况 沙田是农村 那时候 大家看到 荃湾和观塘是全面由政府收地 接着发展 即是没有私人的发展商 下钉 即使有也好 你要卖给政府 政府用当时 如果你是农地的 就用当时农地的市值 5元尺的就5元尺 就用所谓官地收回条例 去收地 收了 如果我这里规划做私楼 我再卖地 没错 所以第一代 荃湾和观塘 应该全部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到了第二代 沙田新市镇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有沙田第一城的位置 那就是第一次 在新界新市镇发展 用PVP 那就是曾蔭权的后遺症 因为沙田新市镇的开发 曾蔭权就是沙田DO 那时候是管地政的 你知不知道 不是只做选举主任 是做地政很大权 沙田已经是第一次出现一些地 可能就是 公司合营 被发展商自己搞 第一次就是 我规划了这幅地 做私人住宅 然后就跟发展商商商 跟地主商商商 接着香港政府就发觉 还要发展很多新市镇 就继续下去 财务承担出问题 会否在七十年代 政府 因为你知道七二年 十大建屋计划 麦里豪提出之后 接着就会有石油危机 石油危机 在沙田禁运的时候 其实香港也挺麻烦的 经济受打击 那时候工业受到很大的打击 没错 政府就没有水了 我猜了一个原因 是沙田新市镇 是因为没有水 那就出了一个新的收地概念 不付钱 就付欠单资财 这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 所谓甲累及月累换地权益书 力特A 力特B 就是资财的意思就是 我收你的福地 我就不买你 不付钱 我现在给了借契 又不能叫借契 应该叫做redeemable coupon 就是万名的kupon 你拿出了万名的kupon 以后就可以拿去换其他地 等值的地 没错 就叫做 letter A letter B 大部份都是B 大部份都是月累的 细节 总之就是一些kupon 主要就是说 你现在给了我 你没有蝕底 而且政府 当时的地主也觉得 地价会继续升 所以我拿着kupon 会升值 我将kupon会值钱 可以转售 可以转售 可以 所以就卖了 即是地产商 入新界 第一先收购 不是收购農地 不是收购 收购这些kupon 是 letter 总之就是 团积这些 letter 等它升值 然后申请 将这些换地 后来发觉很好赚 很好赚 就直接自己下去收地 直接跟农民 或者原居民 去买他的地 我看许氏人案 新地案 他现在其中一个 判了入去的陈巨员 就是帮新地在荃灣 那些地方收地 一直发展 很厉害 这些全部都是他们 叫做 买板的 雙面人 一直要跟乡村的势力 又很熟悉 又跟地产商有很密切关系 又跟地产商高层很信得国 那他就负责 因为你一进去打井牌头 如果是人知道 我是李嘉诚来收地 就一定贵 他买得花生贵 所以他一定不会打井旗号 是自己去收 可能前面有很多艇仔 这个叫做Starbar 这个叫做香港製造 就帮他去收地 不同艇 收完 letter letter B 就完结了 因为供应有限 本地权益输 不是 一直收到 应该是去到 80年代 然后才宣布 不再发出 然后当时的北京政府 要求港英政府 要在97前 要全部行使 原因是他们两个 其实当时谈了 中英土地委员会 除了这个之外 谈了什么呢 就是每年卖地 不能超过50公斤 就是限制了 当然了 现在最出名的 应该是荃湾那栋摩天大厦 就是小甜甜 最后一个 小甜甜就是用 换地权益书 起了那座业 大哥 不是刮到猪头 所以也是很厉害的 你想想想 那座业有多少层 你想想 甲级雙下 另外也有很多权益书 去了将军澳 将军澳就是97前的最尾一个县市镇 政府就要叫大家埋单 用完了 即是换就换去那里 有截止日期 即是你的截刀换就换去将军澳 所以你见将军澳的密度突然间 你一出将军澳隧道你就知道 两旁都是屏风楼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有截刀到期 我想当时赶8万5 8万5未到 九七前 九七前要有压力 要尽快清晰换地权益书 所以就说 哪里有地给你换 有 将军澳 我看着 我那时上班 是经过日出康城 那时日出康城是堆田区 每晚还在烧着沼气 好像鬼火 紫色 坐厂车出去南田 那时下班 两三点的时候 我心想 这么快可以起楼 会沉 因为隋冲事过 沉降的时间 30年 不足够 因为是堆田区 还在烧着沼气 结果我离开了 一传媒 不久了 再回去就看到 正在建立 所以将军澳 是Letter B 通常都会大学生去考察 其实也是八万五的坪钓 没错 其他有四类的业权人手持 包括拿着权益书 有些拿着一块农地 但不能改划 又荒废 这种现在有很多 所以 即是罗兰把那些 给同村兄弟 欺负那些孤儿寡婦 就夾了低价 卖给发展商 如果发展商到现在都没法改划成功 到现在都是荒废 他很有趣 他又不租给农民 他总之用铁丝模 但我见过有些很奇怪 不知道是行基 还是什么 建了几十座 他宁愿丟在那裡 鬼屋 叫做乌鸦落鸢 没错 几十座别墅丟在丟空 因为他附近不能发展 但他就想先发展 但其实他就知道之后 如果改划成功 就可以赚多了 我想问一下 譬如我画展商 我现在是行基 我现在在古洞 摄着十万尺农地 他分散不同地方 我想画A这幅地 五万尺 但政府有什么程序 他原本规划来 就不是屋地 我怎样可以把它转成屋地 就难的 当然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向城规会 申请改划 遇松龄 遇松龄 这条路是难的 为什么呢 就是人家规划师 想到这里是做什么用途 当然背后有一个逻辑 你要改我 你要说服我 我现在自己也在做一宗12A 这个改划12A 其实当我们好像政府一样 发展了整个 他只要我交一份提案 是 实际里面又问你可行性 如何做 整个政府部门要帮他处理 当然发展商有这个能力 但批准 我们看过 有八成都不批准 所以成功的机会是低的 相反 如果在新界东北 其实你就可以做换地 因为刚才不是有说过 就是说 如果在新界东北 我拥有超过4000平方米 那我就享有一个特权 我就可以做PPP 我就不需要卖地给政府 这个有一个改变 我们上一集都说过 其实这个就是牵涉到 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 是最后一份的 曾荫权任来最后一份司令报告 就要交代新界东北发展的模式 我记得 这样就很清楚 因为我也有知道 那个决策的过程 是 当时说得很清楚 因为没有办法杜绝 官商勾结 所以 新界东北的发展模式 就用回荃湾 官堂 你刚才说的 最传统那种 最传统那种 就是由官地收回 无论你发展商下了什么钉 六叔 七叔 八叔 全部下钉都好 没用 我用回现在 农地的价值 帮你买 你也要买回给我 因为那是强制权力 我做完整个 Master Plan的规划之后 如果我真的规划了这幅屋地 我拿出来拍卖 你只可以成为其中一个竞投者 而中间的 你团地20年的Premium 包括陈茂波那幅地 土地升值就没有了 有 就是农地的收购价 农地可能就由10元升到80元 没错 但如果是屋地 可能是800元 就由80元升到800元 你想想 他中间团了这么多年 他看到最后的肥猪肉 突然间逃跑 但很可惜 新界东北 原本应该是这个模式 这种模式是2011年决定的 所以很气愤的是什么 突然间改了人之后 就说不是 我告诉大家 这个我怀疑 有一些内情到现在都未公开 因为推翻一个政府政策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是通过下面 例如地政 规划 發展局 由执行部门一路上去 但是整个推翻的过程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内情 是没有记录的 而是突然间有一天 突然间有一天 陳茂波出席 一个新界东北的一个咨询会 就说政府考虑 補充发展 引入私人的公司合营 作为補充 他不是说改变 微甜 我就是说 我看完那段新闻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个改变 因为我是上一个阶段 知道 那个情况是这样 我心想说不是 如果是他一早进行基的股票 就会发达 是呀 真的 你一手就放生它 你想想 不是 事实上今次 基在新界东 整个新界团的农地 如果根据2016年 Lance 让我看看那幅图 究竟现在发展商在新界西 主要是两个最大的发展区 一个古洞 一个粉凌 这个没有新界东北 但是你想想 古洞北新发展区 已经是4万5千平方尺 我记得它是40多万尺 恒基2016年 新界团积的农地 40多万尺 主要 不是在古洞 和这个图里面的粉岭 粉岭 恒基240万 区内 你想想 很厉害 240万 所以刚才 只是粉岭 去这个 其实是可以给发展商做换地 譬如去规划了的住宅地 但是我拥有 发展商拥有的地 不是突突陷地 在政府规划那些住屋地 那又怎样呢 他就跟政府换 找几块农地 政府的地 在正住宅区 就跟发展商换 换了之后 这些 离开住宅区的 那些 就给政府 所以 于是 当然可能有计价 就釋放了 他的农地 转为屋地的 premium 就釋放了出来 于是他就说 我不是拥有 超过4千平方万 所以我就说 有这个特权 我说了很久 我说有林郑一定 买恒基股票 实际上真的升了 你看他一旦宣布 上次更糟糕 这个就静静推翻 上一任发展局长是他 2012年 上立法会还在说 因为杜住官商勾结 所以用官地收回模式 三个月之后 当他成为政务司司长 完全没有事 任由陳茂波 我觉得那个根本 陳茂波就是 跟选举主任一样 是那个讲座 实际后面就是梁振英家 他就决定了推翻 因为也是地产商的利益 好了 接着 第一份施政报告 就是说首置 亦是说 让发展商在新界 他没有说是农地 他就是说 不影响公营房屋的规划用地 底下 去建一些首置单位 公司合营 你想到的 还有哪里有地 事实上 就是施政报告 是临时抽起这一段 照我们的资讯 因为其实在施政报告前的两个星期 吹风吹得很厉害 直接是政府官员向传媒披露 吹风 想问一下 如果跟发展商手持的农地合作 在里面建完私楼部分 拿出来叫发展商一起 手持上车盘 吹风看看市民的反应 所以突然间到了施政报告 那天 没有了 发展商的股票就爆升了 谁知道他出来读施政报告 就没有了这段 所以后来未知 未知会不会留下第二份施政报告 才正式讲这种合作 我觉得走不掉了 坦白说 如果你不是用资助房屋的用地 何来有地 想不到 想不到 难道是家庭公园吗 你规划得来的 可能是十年之后 可能是2020多了 所以你说首置 现在的首置 这五年内推出的 除了农地还有什么 但你看不到也是一样 就是释放了发展商所团积的农地 变成屋地增值那一部分 由80元升到800元那一部分 因为首置盘 你一定变成屋地 好了 他落成了这里 譬如这条叫世良村 3000个单位 其中有500个作为首置盘 政府就用了一个保地价的优惠 给他 可能换取他用一个 所谓低于市价的方式 作为首置的资助 但同一时间 他拿了500个单位 他剩下1500个单位 就因为他做首置 就释放了他转成屋地 是啊 他停留了30年 是啊 他停留了30年都动不了 现在就变成了 因为首置公司合营 所以我说香港股民真的很聪明 与其你买地政府 可以帮香港市民 平抑楼价 安居落业 你倒不如买地产商股票 我觉得 所以其实真的有资讯 一定会发达 一定会发达 我告诉你 这些内幕消息 比我们多早知道 而且你看到 古洞两个地区 古洞北 和粉岭发展区 两个最大的地主 都是恒基 接着是新鸿基 而这个长实 只是在古洞 古洞有的气势 也不少 12万平方尺 古洞团了很久 你要记住 古洞是董建华年代规划 不是梁振英年代规划 充滅了十多年 充滅了很久 12万 所以你看到这些数字 你就会知道 这个土地的运用 政府控制的土地 反而反过来 如果真的去阻止 我有个规划的要求 我收回地 然后按照政府官僚的规划要求 再去分析 那你反而还有计划 你现在实际上 你已经接受了 而且传媒已经找出地契 吸收下去 他会发觉 很接近 规划造自大 很接近 当然政府死口不承认 但是那种巧合 是令人懷疑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说 香港的房屋问题 住屋问题 土地问题 其实出现了很多 可以出谷惑的地方 亦有很多 对公众利益 置公众利益 于不顾的地方 所以你会明白 为什麽那些企业 会成为千多亿的企业 其实他有什麽 你说Bill Gates Steve Jobs 都知道什麽原因 但这些地产企业 之所以成为千多亿的企业 我相信 看完我们这几集 你就会知道 什麽原因 但最惨是 譬如我 刚才我们上一集 合作社建屋 何来有地 没错 都是政府 如果我们 几个人 像团地波那样 去新界东北 买农土 没可能过关 他不批理 他也不会批理 像你所说 你去成规会申请 你要有发展商的力量 请这么多专业人士 才能回答到那些问题 还有 我们还未说 就是体制裏 委任成规会的人 根本上也是 跟发展商有千丝万柳的利益关系 对 全部都是他们的 马仔 代表 或者是专业人士 也好 实际上专业人士 我想除了你是教书 其他你在业界的专业人士 你做法律 也好 也好 你怎会跟发展商没关 你公司的生意 都是在做他们的生意 都是在帮助他们打工 所以这个成规会的问题 我们可能迟些才可以再和大家交代 要多讲一集 其实是土地规划的漏洞 和土地使用 和成规会的问题 今集就到此为止 接着你要下去叫咪 是的 谢谢大家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订阅 su govern